这又是什么东西 煎纹 煎纹可让它 这干啥用的这碗 煎纹要呗 煎纹 这啥还是那个明星款 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知道吧 没啥 煎纹根本就不用靠这个东西 那靠啥 这一次两厘是最好呗 对吧 我怎么吃着感觉有点怪怪的呢 哇 好像这个而已 能行吗 你找个人试试呗 干嘛呀 你这还好使吗 诶 媳妇 你这怎么有个白头发呢 帮我喊我下来 不是 哎呀 耗错了 等会儿 等会儿 别动啊 别动不动 我就是老男刀麦克杰克嫂 走外风嫂 有善来扣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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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呢 面对启捧吧 啾啾啾 老公 我给你买了个打火机 嗯 谢老公 一万八 对 买打火机送包包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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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老公 你真好 什么不好的 这怎么很贵呢 你等一下 你是不是又买鞋了 啊 你过来 是不是又买鞋了 我就买个T恤 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么强大 这鱼笔用完了还你 你干嘛摸我的手 对不起 我职业病犯了 什么职业流氓吗 想带你去看 没有 不是 我以前是那个职业训狗室 我以前是那个职业训狗室 哈哈哈哈 美女 今天想做个什么道歉啊 你帮我做一个2018年最潮的一个发型 我今天晚上约了一个网友小朋友 今天要做的那个特别女神漂亮的那种很潮的 哦 没问题 谢谢 美女 你看这个发型可以吗 你觉得我这个发型可以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你拉打电话 哎呀 我打电话叫我加班怎么办啊 听这个 对不起 您拨下的用户正忙 请稍后再拨 sorry for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please wait a moment 我给你打的是问一病电话 可是给我撤什么饼子呢 哈哈哈哈 我给你闹门了 我给你闹门了 你闹门了 我给你闹门了 哈哈哈哈 小哥哥小哥哥 你可以把你的98k给我吗 行行行行 我这有98k 给你给你给你 人家倒了 哥 我刚给你买的手机壳 给我买的 嗯 哎 真好哎 我手机正好该换壳了 直接装上吧 哥你怎么把手机给扔了呀 我操 你我操 你我操 哈哈哈哈 你你没上风买什么手机壳 我要 为什么不戴帽子 谁要你戴帽子的 谁要你戴帽子的 明天我得找个新的礼物欺负他 不然他不服气 给我打杯水来 他要是打冷水 我就说我要热水 他要是打热水 我就说我要冷水 正好欺负他 那你要冷水还是热水呢 为什么戴帽子 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 你掉的还等在震撼 被你热灵 你别再看手机看手机壮不在意 老婆 我给你变个魔术 拿一百块钱给我 放着 我不碰这个碗 我可以把这一百块钱拿走 你信不信 如果我拿走了就是我的了 如果你拿走了 我再多加一百给你 真的 真的 好 打开 谢谢 打车 好啦好啦 奶姨我看到我的丑陋的面孔了 一点都不丑陋啊 我的学生看到我丑陋的面孔了 一点都不丑陋 你再喝多 老公 老公在老公在 学生看到我丑陋的面孔了 我怎么变成老师 没事 你永远都看他们心中的老师 不会 喂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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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这个栏杆粘住了 是吗 这个栏杆粘住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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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回家了 不要 你要干嘛你说 一 二 三 哪一个是你 我要吓死了 我好久没有在中国逛街了 你们知道吧 然后我刚刚就随便走进一家店里面去看随便一件很普通的衬衫 然后就随便翻了一下他的吊牌 你猜要多少钱 一千七百九十九啊 我都怀疑我有没有看错你知道吧 然后那个小姐姐还跟我说 这件衣服很划算的呀 还不到一千八 嗯 不到一千八 你找我一块钱还好意思说自己不到一千八 是什么让你对自己的品牌有了这样错误的定位 难道现在的人这么有钱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求求你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 我新买的麦克风音质超好收音效果这个 哦 那拿我这个新买的奔驰S450的车钥匙敲桌子的声音 他收得到啊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啊 那我拿我这个新买的奔驰S450的这个按键声啊 他收得到啊 像这样的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点到谁就是谁买 额 这一个 三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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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愿染是与非 怎料是与愿违 心中的花枯萎 时光它去不回 回忆辗转来回 痛不过这心扉 愿只愿与生无悔 随花香远飞 But I never thought She would get me Body I know I can 超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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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地盘居然还能比我的 她也不得成错 我还不得 亲爱的 谢谢你送给我的下线 没什么东西给你 关于你也没什么给我呀 差点过 单单单单 心脉还不差 谢谢你说这个珍贵的 谢谢 现在你又把她撕毁了我 每年情人节我们都不送你 真应该你说对不对啊 作为场地思潮 一般我不会轻易去来 在这夜色微凉的天气 你一定发现了在人群中耀眼的我 哈 这该死的魅力 这家店叫美味厨房 这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比我更美味的东西 关 这家店已经为我炒了五年饭了 除了我之外 我也偶尔允许她每天给别人炒四五百碗饭 噓 四个小蛋蛋 老板 你这磨人的小妖精 每次悄悄给我的饭都比别个多缺了五颗米 两片青菜 一根葱 饭的光泽 淡的柔软 就连胡萝卜丝也变得跟我一样 性感起来 还有这该死的酸豆角 我允许你爱我 但是对不起 我这一生注定无法属于任何一个人 晚上八点十分 后接口的行人依然匆匆忙忙 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这碗炒饭 简单 美味 啊 我就无处安放的 该死的 魅力 不是 闺女怎么了 怎么还哭了呢 爸 如果有人打你闺女怎么办 谁敢打我闺女 谁敢打我闺女 我也打你闺女 哼哼 我要人家出口 真的带我下去了 不是 闺女怎么了 你说呀 谁欺负你了 我妈 哦 你妈呀 哎 媳妇 我看你手 哎呀 你手没事吧 不疼吧 挺疼的 来 给你这个 下回用这个倒 下回用这个倒 啊 我死里倒 倒 我不嫌弃你胖 这情商 哎呀 人家女生也是要追求完美的好吧 你应该这么说 不管你是胖是瘦 我都喜欢你 哎 你吃这么少 是想留着胃口 吃我吗 这种车 我都喜欢你 这种车和我的身材搭配吗 嗯 我觉得你要是在瘦点会更好 别的挺好的啦 你看看这辆车行不行吧 这车多少钱 也借两千多万 啊 两千多万 你家有矿吧 两千多万才是我一天的生活费 两千多万也出